国际拼联最新官宣 陈梦意外宣告出局 邓亚平毫不留情 一切垮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 我是亮仔 如果你喜欢亮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说一下陈梦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陈梦已经跟随国平大队伍回国进行隔离 对他来说呢 其实在最近的两大赛当中 都没有能够斩获金牌的 那么确实是一个非常失望的一个情况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可能呢 失望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可能接下来他的一个一姐的位置呢 也彻底不保 就在最近我们看到国际拼联界边呢 也是根据目前世界杯结束之后呢 整整体的一些成绩来计算的话 关键了最新一期拼谈的排名 那么从这一次排名当中啊 其实对陈梦来说 他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意外宣告出局了 虽然他现在的排名还是排在第一位 但是和孙颖莎的差距已经越来越近 那么在此前 他和第二名的差距呢 有好几千分 大家都觉得说 陈梦基本上是一期绝成 基本上呢 能够继续领先一姐的位置呢 是毫无悬念的 但现在呢 他和第二名的孙颖莎只差了500分左右 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 只要接下来还进行一场比赛 并且孙颖莎能够取得的名次 好于陈梦的话 很可能就就这样呢 就去超过一姐的位置 拿到榜首的位置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其实对陈梦来说呢 也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毕竟在之前我们也知道呢 其实陈梦恰恰在奥运会当中呢 确立了自己国平一姐的地位 当时呢 他也适合孙颖莎以及王万玉呢 三个人是领先我们国平的 街边的主力呢 去参加东京奥运会 并且陈梦呢 接连在女单和女团当中 两个项目呢 拿到双料冠军 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女拼一姐 并且在赛后呢 他还骄傲的说出 这属于我陈梦的时代已经到来 所以当时可能呢 很多球迷都觉得说 那么陈梦呢 很有可能呢 在未来几年都会彻底统治 我们中国的平台 结果没有想到 其实就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那么陈梦呢 却意外凋落神坛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成绩 真的是一跌再跌 从此前全运会 到后来拼超联赛 到再到最新的两大赛当中 那么陈梦呢 都是连一块金牌都没有收当中 这样的成绩 实在是很难对得起 他是国平一姐这样的成绩 所以对陈梦来说 那么确确实实 也必须要面对这样的结果了 而我们也知道其实 针对陈梦这样的一个起伏的情况 那么此前呢 邓亚平也是毫不留情的 去点名批评的陈梦 在之前视频赛当中 那么陈梦呢 和王万玉在半决赛当中相遇 当时大家都觉得陈梦 作为国平一姐实力强劲呢 打败王万玉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我们也看到一上场之后呢 陈梦确实也占领着 比较大的一个主动的优势 但是到后半程呢 我们也看到陈梦呢 突然拉垮 并且呢也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彻底呢手慌脚乱 所以这种确实非常遗憾的 包冷输给了王万玉 而在这场比赛 当年解说嘉宾的邓亚平 最后呢肯定就是输在心态上面了 所以可以说啊 其实啊即便是啊 陈梦是国平一姐 但是邓亚平呢 作为一个前辈的话 看到陈梦身上那个问题呢 还是会直接指出来 那么指出他身体上的一些 这个整体的状态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彻底垮掉了 所以对陈梦来说啊 其实他是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不是能力的问题 毕竟刘国良也曾经说过说呢 这国平女单三大主力状态 其实最关键 本身实力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只要是谁的状态更好呢 很有可能就能够赢得比赛的胜利 所以这次综合来看呢 我觉得陈梦啊 这几场比赛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还是出现在他的心理问题 出现在状态上 如果说接下来能够把这样的状态调整好呢 可能能够重回巅峰 但是如果说不能够去调整好状态 那么可能基本上呢 已经能够宣告出局 那么到时候苏影三呢 将会顶替陈梦成为新的国平一姐 好了本期的量载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